你信任真像一张白纸柔皱了 就回不到当初的那个感觉了 其实我觉得小伙子这种心理不奇怪 我仔细听了这个故事之后 我总觉得这个女生可能对你的爱没有那么深吧 你始终是她生命里很重要的一个人 但是是不是最爱的那个人 她其实没有完全确定 好像食之无味 弃之又可惜 你能为她做很多事 但是她也不确定能不能把所有的爱都给你 我觉得她可能还没有那么笃定地爱你 或者没有那么坚定地要和你一直牵手走下去 这就造成了她不断地去试探 然后看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也造成了你心理上很大的阴影 我觉得她刚刚用了一个词特别重要 就是解释 我也认为如果在爱情或者婚姻当中 当你发现有一点怀疑的时候 对方愿意解释其实是还在在乎你 当她完全不解释的时候 用沉默来敷衍这一切的时候 我觉得你在她心里的分量 你要考虑一下 尽管姑娘反复说她很希望跟你符合 但是从我的角度我看到了 你们的可能性在未来依然要分分合合 我觉得她可能没那么爱你 好 谢谢 谢谢周琴老师 给你们两个人一个关键词啊 爱情是种信仰 就是为什么男生在复合之后的交往当中 一直心神不定 疑神疑鬼 就是她发现她当初的那个信仰坍塌了 她曾经以为你们的爱情 对她来说和对你来说 在彼此心中的分量是一样重的 比如她有十分 她觉得你也应该最少有十分 所以在我们分开的这半个月当中 我没有心情去和其他的异性进行聊天 但我突然发现 你居然有这样的行为 我曾经的信仰坍塌了 所以日后的所有交往 她都在找证据 这种证据是什么 就是证明我的这个信仰真的塌了 所以在所有复合的过程当中 男生的感情值是往下走的 而女生的感情值是往上走的 这就造成了为什么 今天两个人站在这儿 女生要求复合 男生算了吧 因为她已经归到零了 你还存在希望 我觉得有一段话 特别适合你们两个人 现在的感情 就像说我们扎头发 一圈太松 两圈太紧 洗澡 往左水会热死 往右水会梁子 就像你们的感情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所以就此为止吧 谢谢 好 谢谢陈达老师 男生一直在追求 在感情当中的公平 感情有公平吗 肯定没有 感情只有对等 而且是相对对等 不是你付出十分 他给你十分 也做不到 最好的感情是什么 都认为对方爱自己 比自己爱对方 要多那么几分 你想想看 你觉得他爱你 比你爱他多一些吗 没有 很显然没有 因此你采用一种 不正当的方式 说我要报复 这是我的心结 你一直认为 你爱他更多 即使第一次分手 你还觉得 那只是吵架 那只是你在闹别扭 其实人家已经 觉得我们已经了结了 而换成女生呢 女生其实还是蛮能 快进快出的 对这份感情是 控制自如 你想想看 你真的是全身心 在爱这个男生吗 不尽然 我不知道 分手之后的那次生日 是你邀请了他 还是他主动 要给你过的生日 就是因为每年过生日 我们都在一块嘛 然后因为当时 微信也都有 就聊到过生日 这个话题了 当时也不是很僵的关系 然后很自然的 他来找我了 我们一起过的生日 他来找你 你认为很自然 但他其实心里 是想跟你复合的 这种初衷 而你觉得 我们不是特别僵 每次又能一起过生日 这很好 很自然的一件事 同样 以前经历了异地恋 其实是让你们分手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嘛 但现在呢 你认为做成了一个 一时恋 你一定要选择那份 跟他工作时间 不吻合的那份工作 而且觉得 我告诉你就行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啊 请问你觉得 你是爱他多一些 还是他爱你 多一点呢 你心中有答案的 尤其还有这次复合 也同样是啊 你不要那么报复我了 咱们和好吧 过去都算了吗 能算了吗 他的心结在那 心结真正是什么 你解开了吗 解开这心结的只有你 不是我们 但是解开他的心结 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是真心爱的 如果不是 类似问题还会出现 你要真真正正地 明白自己爱谁 什么样的爱情 才是对等的 男生 别追求这个 虚无缥缈的公平了 不存在 就这样 好 谢谢秦总 爱情中的公平 是因为彼此珍惜 想对方所想 爱情中的失衡 是因为只爱自己 希望对方 想自己所想 所以你们的爱情 究竟是公平对等的 还是失衡崩塌的 你们一一对应 我觉得男生所谓 一直需要公平 甚至用报复去惩罚 你不能接受的女方的样子 其实还是更多来源于你自己内心的脆弱 你用这种脆弱的状态 采用报复的手段 希望唤醒一个和你对爱情观念截然不同的人 那如同想要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你需要的爱情是无比的深刻紧密 和我一样 我虽然说和你分手了 但我和你好了三四年 所以我三四个月都没有心情跟别人聊天 这是你的需要 它的需要是既然我们分手了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 我跟人聊天也好 不聊天也好 那是我的需要 没有人在爱情中是一样的 没有人能像你想象的那样成为你的爱人 男生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爱他哦 你爱的是自己的感受 我希望这个人像我一样 愿意为了对方放弃工作 结束异地 愿意为了对方不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不去助唱 做一个白天上班的上班族 那是你要的 不是他要的呀 如果你真的爱他 想他所想啊 他的理想职业 他的梦想就是去做助唱 就是要晚上上班 为什么不可以呢 其实可以的 你不可以啊 你因为这个觉得我只要一刻见不到他 他是不是就跟别的男生聊天了 我无力承受 你无力承受的不是因为你爱他 你无力承受的是因为你不够爱他 所以现在分了吗 女生其实你也一样 你为什么能够几次分手几次复合 其实就像周全老师说的 你也不足够爱他 所以你也不会想他所想 你知道他是一个希望紧密深刻爱情的人 在爱情中会有不安全感的人 但你不愿意成全他 想他所想 做成他想要的样子 你也做不到 其实没有对错 只有适合与不适合 女生是一个在爱情当中 希望轻松有空间状态的人 对吗 我爱你 但是我要有自己的空间 你需要的轻松和空间没有错 他需要的紧密和深刻 可能也无可厚非 但是两个人不合适 也许你们之间有爱 但是这种爱支撑不了长相守 所以不如把这份曾经有过的美好 曾经有过的眷恋放在心底 当成一种美好的回忆 去寻找适合自己的 去寻找让自己舒适的情感状态 才能做到 不会分分合合 长相守下去 希望你们都能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严老师 我想起一首歌 但是我觉得歌名最适合 送给你们俩特别好 这首歌叫寂寞难难 其实都是因为寂寞 点燃了你们热情 你们两个谁都没有办法 单独地跟自己对话和相处 所以才会有这么一系列的事情 男生你想啊 你自己去创业的时候 你的关注点是除了创业还有女朋友 当这个女生已经说分手 你觉得不适合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独自相处 我还要去找她吗 女生的寂寞可能更直观一些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 在一起是因为寂寞 真的 你不用摇头 事实其实已经摆在那了 你是摇头吗 我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不谈恋爱能不能活着 能 能不能很好地活着 能 不能 你们俩分手没多久 你就跟另外一个男生在聊啊 你聊人生 我不是说那是恋爱啊 就你会发现你没有沉淀你的生活 我不是说你要怎么样 我这个没有对错的 太难受了 我三年的男朋友离开我了 我应该怎么办 你的选择是与人倾诉 寂寞吗 你的选择就更奇怪了吗 不行啊 我就得去找你啊 你沉淀过吗 为什么这个女生在我离开半年之后就提出分手 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深度地考虑一下我创业和我情感之间的平衡 都没考虑过吗 反正就是热情一来 冲动 爱了 冲动 创业了 创业不行了 还是冲动地去爱 爱了以后发现不行 你怎么还会有别人 我们俩就闹吧 在我看来这全是因为寂寞 我只是担心啊 我跟周老师那个担心是一样的 你就特别害怕说 两个人就是这种状态吧 分了合 合了分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 在我们的朋友里 我们也见到过这样的朋友 就两个人只要在一起 如火般的热情 一分开 咬了命了 没几天又打在一起了 就老是这样 然后你会发现 他的生命被消耗得一塌糊涂 女生记住啊 我只是提醒一下你 覆水难受 男生我也提醒一下你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放大 其实没那么糟糕 再开始是他还是别人 要信任 如果失去了信任 就别再开始了 折磨自己 折磨别人 太难受了 就是听了几个老师的点评之后吧 我觉得感情这个事真的 真的很复杂 我感觉我好像只为我自己 就是我觉得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了 可能是很少站在他的角度吧 就是如果我们之后 还会能和好的话 我希望就是我尽量去 多听一些他的想法啦 还有就是我也希望他心结打开吧 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结束也算是开始 如果再相识的话 希望都能彼此有一些信任 谢谢两位啊 女生刚才说了一句话 说听了老师们的这个话 她觉得感情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 爱其实最简单 你看我一眼 我看你一眼 哪怕是我多看了一眼 不就爱了吗 多简单呀 其实真的到了日子里的时候 你完全在靠感觉行事 爱只要由心而发就好 我欣赏他说的一句话 有的时候也许结束是个开始 什么是结束啊 我从此以后不再追究了 那也是新的开始 我们再牵手也是开始 我们真的分开也是开始 行了 别愁眉苦脸的 至少你今天听到了女孩的新声 女生也知道了男生的心态 我觉得就好了嘛 谢谢两位 来 请回 好了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还是那句话嘛 您别把它想复杂了 爱其实就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感知 让对方感觉到 对方感觉到给你的信号 那不就是相爱了吗 对方感觉到了跟你说 对不起 那不就是不爱了吗